世界上最残酷的调查,跟拍13个孩子,记录他们7岁到28岁的生活变化,他们中有多少人可以跨越阶层实现逆袭呢? 直数7岁时每天快乐的玩游戏,14岁时每天参加大量补习班,21岁读大学时,梦想未来能做检察官,但却因为考试太难,最终放弃了,28岁时在咖啡厅打工,有每7岁时思路清晰非常好强,14岁时是班里的学霸,未来梦想的出版社工作,21岁时他给20多家出版社投了简历,却都时辰大海, 最终只能边在自住餐厅打工,边继续找工作,并坦言根本看不到未来,建台是农民的孩子,7岁时便经常帮家里干活,长大希望能当个好农民,14岁时就因为生活压力,想放弃农民的生活,高中毕业以后,在当地一家建在工厂做了临时工,28岁时才终于成为了正式员工,但因为学历,一直无法升职,他们无疑不被现实给打败了,是因为他们家庭普通吗? 那么下面来看看其他家庭富裕的孩子,高江家里7岁时便拥有属于自己的轮渡船,梦想长大后当船长,14岁时就放弃了梦想,只想过自己的生活,21岁时离开家去外面做护理老人的工作,28岁时有了两个孩子,过着平淡家庭生活,柜子7岁时每天就上各种才一般,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出去玩, 14岁时拼命学习和上补习班,却仍然没考上首选的学校,21岁时当上空姐,28岁时升为了头等舱空姐,但他说自己并不快乐,因为从小到大的生活都只是父母希望的而已,柜子的家庭属于13个孩子里最富裕的,7岁时就经常出国,14岁时认为学习是快乐的,并不是一种任务,21岁毕业于日本顶尖的东京大学,28岁时在大型外企工作,并且深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,面对自己的人生, 有的人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,有的人却一直在妥协